五十五分鐘 差不多五十分鐘 五十五分鐘可以講很多事情 是的 那你們講了哪些事情 其中我先請教你 在中國這次處理肯亞這個事情 強行把幾個台灣人 當然強行抓回中國去 那麼你覺得有沒有違反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施法呼出的協議 我跟他講他們違反了當時的一些 做過的承諾 以及當時用這種暴力的方式 非常的粗魯 造成在台灣的電視機造出來 對我們的造成很大震撼 所以你說你也同意 中國違反了這個協議對不對 我當然是 另外 在你給國會的報告裡面 你寫到 肯亞這個事情 中國外交部在記者會 把全案倒向一個中國政策 我方絕不接受 我們不能接受也不同意 那麼你在電話中 有沒有跟張志軍提起這個事情 你有沒有跟他抗議 當時還沒有講到這部分 不過對於一個中國的原則 講55分鐘 沒有講到這個事情 不是 因為這個記者 他們很重要 該講的事情你應該要講啊 因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們是非常的了解 他們會怎麼說法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看法 所以所謂的抗議 沒有辦法接受中國 一個中國政策的這種講法 都是講給自己人聽啊 所謂的我方無法接受 我方嚴正抗議 都是在我們自己國內講啊 那有什麼用呢 國際上也經常要如此講 那你有機會跟對方講的時候 你不提 對方違反了我們共同打擊犯罪的協議 那你也不敢講 我當然講啊 你應該跟張 張立軍跟他抗議啊 我當然跟他抗議了 我當然跟他抗議了 我們發的信用稿裡面就有了 另外 你特別提到啊 我們要準備 後續的安排 包括 法務部 包括陸委會 海基會 他要組團 刑事檢察局 要組團過去中國 包括這些人的家屬 被抓去的這些台灣人的家屬 應該要安排過去探視嘛 是 你4月12號 就通話了 到今天14號了 有沒有消息 他們 答應會在最快的時間 告訴我們 這個接待的情況 所以最快也不知道多快 還是不曉得 我想我們 已經超過24小時囉 你4月12號熱線就通了 到今天14號還不知道 因為這些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民眾被他抓去的這些人 他們到那邊以後 還有一些採證的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過去了 我們政府相關單位的人 何時可以組團過去 包括 這些人 的家屬 這些被抓去的台灣人的家屬 的人道探視 已經過了兩天了 那今天要不要再通一次 我們只有盡快 我們的同仁隨時在跟他們 熱線 熱線要不要再通一次 我們的同仁正在跟他們保持 密切的聯繫 我們所有同仁 我們所有同仁 為了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訴求 張志軍非常的清楚 我再請教啊 外交部啦 包括陸委會 或者是法務部 我們什麼時候知道啊 這些台灣人被抓到大陸去 中國強行把這些人給抓走 這4月8號 4月8號知道的嗎 那你知不知道啊 這幾十個 這幾十個台灣人被 在啃娘被逮捕 知道齁 來我給你看一個外電報導 這是路透社的報導 中國想要抓這幾個台灣人啊 這個報導不是最近幾天耶 也不是最近幾個月耶 這去年1月份 2015年的1月啊 路透社就報導啊 中國已經要求 要把當時被逮捕的一共有76個 在他們看都是中國人啊 那其實其中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中國就已經跟肯亞政府提出要求 要把這些人給抓到中國去 你們知不知道 都不知道齁 一年前喔 超過一年前 這是2015年1月 國際媒體啊 路透社就已經報導了 中國當時就出手了 中國政府當時就跟肯亞政府要求 這76個人 全部要抓到大陸去 我們的外交部不知道 報委員齁 我們從103年12月4號 第一次齁 第一次自函這個 然後 肯亞住南非的大使館高專 4月8號 今天4月8號你們才確定才曉得啦 要不然 那我請教你 那這1年多了你們做什麼 那這1年多了你做什麼 那這1年多了你做什麼事 判決 然後4月6號 我們那個僑務委員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4月8號知道說 這些人都已經出來了 那我剛剛就是提出這個抗議啊 或者說請他們這個把人交給我們 是在103年 就是2014 12月4號 你要知道啊 中國的這個企圖啦 不是最近才突然發生的啦 在過去的1年多來 他就用盡方法 要把這些人給抓到 中國去啦 那現在在國際上啊 當然北京政府非常有力啦 他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呢 我再請教外交部一個問題啦 你知不知道 4月8號 你剛剛說4月8號嘛 這個事情4月8號發生了嘛 這4月8號 8個台灣人被抓上 中國的飛機運走的時候 同一天 肯亞政府宣布啊 他們得到中國 6億美元的貸款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 肯亞政府啊 在同一天啊 這個也是路透社報導的啊 外館也有報回來 那有沒有相關聯 無所不用其極啦 中國現在經濟力量非常強大 像肯亞這種國家 他沒有錢 肯亞政府這幾年啊 赤字非常嚴重 所以 在4月8號 難怪啦 肯亞政府啦 派出啊 他們的軍警啊 拿衝鋒槍欸 拿吹雷彈欸 這怎麼樣要把這些人全部抓回去啊 就在同一天 4月8號一發生 這幾個台灣人被抓上飛機 就宣布了 他們拿到了中國6億美元的貸款 那外交部 你有掌握這個消息 你認為有相關聯嗎 當然有相關聯啊 我覺得啊 中國喔 不會為了單一的 炸欺案啊 就為了這幾個人 可能也是考量之一啦 那更大的考量啊 也可能是要給 我們的新政府一個壓力啊 這不只是完全司法的考慮啦 這絕對有政治的考量在內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要處理好 沒有錯啦 犯罪要爭辦 我們絕對支持打擊犯罪 但是我們 我們國家主權的完整 我們也不能受到傷害 國際上的屬人或屬地的 管轄權進和啊 沒有國際公法沒有明確規定啊 但是原則上是屬於我們 我們政府啊 在這個事情上啊 我覺得 還可以再積極一點 還可以再強硬一點 譬如說 像陸委會已經介下兩天啊 應該盡量給我們消息了吧 如果再不給我們答覆 那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的相關單位 法務部陸委會還機會 行事檢察局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過去 還有這些 被抓去的人的家屬 何時 可以做人道的探視 請 陸委會今天 給我們一個答案好不好 我們 我們真的是 過去幾天 都是隨時在聯絡當中 我們盡快的把答案找出來 好 我們謝謝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 謝謝主席 接下來 洪忠義委員 我們夏主委 還有我們的林董事長 還有我們的內政部 陳政次 還有外交部的佛政次 還有法務部的林政次 好 好 郭委員長 各位長官好 我想 那個我們委員會 在昨天 已經有請各位 來做這個處理情形報告了 那特別又在今天 請各位 來做後續情形的處理報告 那我想後續 從昨天到現在 應該是快24小時了 其實我想了解 我們 那個各單位 在24小時之內 這後續的情形 處理情形 那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夏主委 你可以簡單說明一下嗎 是 五點訴求 請他們 他們的第一點就是有關 這次被 接到他們的 帶到大陸的這些 台灣同胞 他們的這個人 通報 人身安全 自由受限制的通報 已經在今天早上 他們已經告訴我們 我想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我們也在希望 他們盡快的要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組團去的事情 什麼時候可以 有這個結果 我們希望他盡快的時間 讓我們曉得 然後我們也 同樣的還是繼續要求 要到那邊之後 我們要跟他們見面 然後要把這個 相關的政務 相關的這個勢力要了解 然後是不是 能夠把同人 我們的同胞 如果要在那邊 他們必須在那邊 這個留下來 我們必須要協助他們 同時呢 也希望能夠協助家屬 能夠探視 那個主委 其實我昨天也是 聽了一整天 那早上也聽了一個早上 其實我認為 到現在 我們應該都沒有進度 那沒關係主委 現在請我們林董事長 林董事長請你 也來報告一下 洪偉你好 我想我們海基會的業務 主要是在陸委會的 指導跟授檢之下 來推動兩岸協商交流服務的工作 這個案我們也完全是配合陸委會的政策 那麼事實上我們已經啟動 海基會跟大陸海協會緊急聯繫 溝通的這個機制 從這個案發生 到現在我們已經有四次的 那麼這個機制的運作 那麼陸方海協會已經非常明確告訴我們 他們非常重視我們去的函 還有我們這個緊急聯繫的機制 他現在正在下有關部門協調處理當中 會警示給我們做回覆 我們是非常期待他今天能夠給我們一個 董事長 我想全國的國民都知道 你在那個大陸是很夠力的 希望在這件事情上你可以多出力 好那另外那個內政部的陳政次 在這24小時之內 我們後續處理的狀況 委員你好 第一批八人的時候 我們也是跟這個大陸的公安部 保持聯繫 後來他們也是通報 那這個37人 我們循這樣的這個管道 持續一直跟他們聯繫 公安部也答應說 他們最晚今天中午之前 要跟我們通報 今天早上已經有口頭通報 剛剛我們主委已經有跟各位報告 那現在等書面的報告 那因為我們也負責要通知 我們在國內的家屬 所以他這37人 正是書面通報來之後 我們就會聯絡國內的家屬 然後請他們如果要去探視的話 先預備好 等會這邊成行的話 或者是溝通已經可以過去的話 我們就會協助他們一起過去 這個是我們這個24小時之內 所做的 所以我們是持續跟公安部相關的這個對口單位 一直保持聯繫 好 那那個法務部 林政次 這幾天我們仍然持續跟我們 這24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我們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都在這邊 要求公安部裡面的對口 要求說第一件就是我們的訴求 要準許我們的家屬能夠聘請律師 第二個就是說要安排讓我們的那個 家屬去訪探視 那他說他們會考慮 然後再跟我們回答 所以我們保持熱線 那內部裡面我們在整理 我們的內櫃 準備說隨著陸委會要出訪 要去談判的時候 我們的相關資料 然後我們的立場 談判原則等等 做為我們的籌碼 好 謝謝 那外交部 你好 那個我們從昨天 到這個在現場 就要做出抗議的動作 所以他這個 在這個昨天 已經到肯亞的這個外交部去 提出抗議 另外呢 也接受國際媒體的專訪 包括日本的共同社 然後英國的BBC 還有美國的CNN專訪 表示嚴重抗議 另外也到國際特色組織 他在肯亞的分社 去提出抗議 然後請該組織 協助我們 從香港來監控 這個我們國人 在大陸受到待遇的情形 另外今天早上 也到肯亞外交部 去向他們的這個 亞澳這個司長 提出抗議 之後我們還聯繫友好國家 對我們提供協助 那外交部當然也 另外再發布了一個正式的聲明 向肯亞方面表示抗議 其實我為什麼會請我們五個單位 再做一次報告 因為我把昨天各位寫的報告書 跟今天後續寫的報告書 做了一個對比 那我在這邊也講一下 其實我對比之後 我是發現每一個單位都有在進步 但是我為什麼特別把外交部留在後面 因為外交部你們的資料 百分之九十九全部都一樣 本席就覺得非常納悶 那沒關係 我現在來問你 其實我看了你這本 我就覺得我好像在看電影 那個你們說那個 在104年的2月到105年的4月 這中間 那個肯亞他針對這77個人 你們有 裡面有28個人 是我們台賢 你們有去探視 你們有提供必要的協助 包括說提供食物 提供書刊 提供內衣庫 難道他們沒有請你們聯絡我們國內的家人嗎 有沒有提出他們希望什麼樣的協助 我們同事有問 問他說要不要幫你聯繫家人 有的人是說不要的 或者說他自己會聯繫的 好那另外 你們裡面也寫到 運用一切積極的管道 向肯方交涉 要求肯方 肯亞警方 以法庭判決釋放 我們15名受壓的國人 他們有沒有釋放 當然他這個是 沒有釋放 沒有釋放 我都是看你裡面寫 我就覺得 我好像怎麼在看電影 那另外 你們在裡面也寫到第四頁 你們現在已經 巨狀控告 肯亞的內政部長 警政署署長 還有他們的檢察總長 你們已經控告他們的三個人 那你們這樣子 巨狀控告 會有效果嗎 應該沒有效果 張世仁律師 告爽的嘛 是不是 張世仁律師提出來的 其實齁 你們裡面寫到這樣子 強行扣留 我國人超過24小時 我們的認知當然 我的認知跟你一樣 也是 強行扣留 他們是強行扣留 另外你裡面寫到 他們違法配合陸方 你怎麼解釋他們違法 你講他們違法他們就不承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法院有發禁制令 那他這個 不接受禁制令 但是他是違法的 另外齁 你在裡面寫到吧 你說齁 我們有尋求 肯尼亞國會議員的協助跟支持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還有五個人在那邊啊 那他們要怎麼協助 怎麼支持我們 後續呢 現在 剛剛我也報告過 我們到他們外交部去 就到肯亞外交部 另外透過國際特色組織 就是啊 監控這我們五個人 五個國人啊 在那個情形 那我再覺得齁 我這裡面我就覺得 我是真的在看電影 裡面寫到齁 飛車追逐警車啦 想要阻擋我們國人被遣送大陸 這個是什麼狀況啊 你可以簡單描述一下嗎 我想大家昨天也都看過了 就是那個 呃 肯亞警方啊 把我們那個37名國人啊 要送到機場的時候 他是分兩批嘛 那我們同事也是分兩批啊 就追著那個希望能夠 在他到達這個機場之前 能夠把他 我知道啊 可是你們昨天也沒寫啊 今天的才寫啊 昨天沒有寫 現在加進去的劇情啦 這樣子比較生動 南非 南非代表處抱回來 新的狀況 然後你們齁又寫啦齁 中國大陸 運用一切的力量 齁 要 阻礙 阻撓 我們南非 那個代表處救援的行動 他們是用哪一些一切的力量 你可以說一下嗎 我想剛才 那個李文也有提過啦齁 他們 比方說提供貸款 提供這個 金錢的協助啊 這個都算了 沒有 我是想說你寫他們 用盡一切的力量 他們到底是用什麼報啦 我真的想不到 因為這是裡面寫的 我才問你的啊 剛才六億美金 那個也算是很大的力量 好啦那 你認為這一次齁 我們整個事件的處理齁 我們跨部會之間 的各個單位 處理的狀況怎麼樣 各個單位有分工啦齁 那我們外交部就是處理在 這個國外的這些 比方說像 外國交涉啦 或者營救國人啦 保護國人的權益 這一部分我們都做到 其實我們有否定 你們五個單位 積極的做法啦 但是我們希望更加的積極 那你裡面有寫到了啦 建立強化跨部會之間的 橫向聯繫與處理機制啊 這個是表示說你們以前都沒有 這樣的處理機制 以前跨部會之間都沒有在聯繫嘛 所以這一次才搞得多頭馬車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意思不是這樣 我們是強化是更 建立強化 你裡面就是這樣寫啊 就是以後處理的時候 要這樣子處理嘛 是不是這樣 就是要強化嘛 還要更加 希望趕快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好啦齁 對國人有個交代齁 謝謝 下一位執行委員 林德福委員 不在場 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 下一位廖國動委員 廖國動委員 吳志陽委員 曾天才委員 曾天才委員 不在齁 徐又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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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修委員 李燕修委員 不在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周嘉賓委員 周嘉賓委員 County教掃委員 蔣乃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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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承秀霞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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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张立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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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クラス 有没有 クラス委员 没有 クラス委员没一个 黄慧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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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欣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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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订阅 来 下一位执行委员 陈金曼委员 刚才都是真诶 赶紧骗了 主席 我先请教法务部林次长 早上会议进行到现在 所以我们确认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肯利亚的案 我方有没有管辖权 有 我们主张是 我方有管辖权 好 那在1月菲律宾的个案 我方有没有管辖权 菲律宾的个案 我们也认为 我们应该是 都有管辖权 所以刚刚这一个 我们法务部的 艾副司长说 在几帮通话的过程里 他说我方没有管辖权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吗 我不知道代表副长 刚刚在国会有讲 录音有讲 要掉录音带吗 对那个是口误 我讲的是说 我们在这个人要上飞机的时候 台湾对这个案子 我们是没有案子的 你刚刚讲 你刚刚的录音 是说我方没有管辖权吗 没有错 所以我要把它讲清楚 在当时我们手上是没有案子的 所以在当时要我开机票 我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方没有管辖权吗 你的主张是这样 你刚刚的讲法是这样啊 你还要再听一次录音带吗 对我刚刚是讲 没有管辖权没有错啊 所以你是讲错 讲错啊 因为我不是 我讲那个当下 我真的没有办法 从头到尾 不管你说 有没有讲说没有管辖权 你的主张从头讲到尾啦 菲律宾的个案 你还是主张没有管辖权啊 意思是一样啊 委员这个人回到台湾以后 我们就会取得管辖权 因为他回到台湾了 我们就有属人主义的管辖权 我就可以开始处理案件 可是这个案件 我很坦白跟委员报告 我们从这个人回来以后 跟大陆要资料 他们到现在没有给我们 所以这个人是自由的状况 你到底有没有管辖权吗 有啊 所以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管辖权 有啊 所以你刚刚是口误 口误啊 好 那个市长 市长 这一个从菲律宾的案件 在1月发生菲律宾的案件 然后这个人后来因为几方的这个我们部门的一个协商 那最后 我们的法务部独排中益 跟我们陆委会跟刑事警察局跟外交部的意见不同 所以劳动的部长后来打电话给院长 然后又打给总统 所以 最后处理 确立的一个处理的原则就是2月16号 的所开的一个会议记录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我因为2月16号